好嘞 今天是2021年4月26日 现在这个清算工作 正在一步步的进行 就是足够的清算 现在那个 当下被认为是 最当红的一个女歌星 像孟大拉她们已经老了 对不对 三年天她也退休了 休斯登早就不在了 当下是为了 很大牌的一个明星 叫做Lady Gaga 她被捕了 她被捕了 那就是全于 被捕之后她 被捕之后激 bias 在我怎样 呢? 被捕之后,他自己谴慰 他说,他不该出卖自己的灵魂 不出卖自己的灵魂给光明辉 光明辉的安克斯蒂 这个演艺界是一个窗户拉钩的地方 就像这个林伍德曾经在会上去说 他要把那个视频,就是关于那些儿童 色情,以及贩卖儿童,性情儿童的一些路线带 潜着他们的路线带 送给哈雷伍 哈雷伍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 被控制的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被安克斯蒂 如果你不跟他们同流活物 你就可能被封杀 被阻止 像这个梅尔吉普森就是 被封杀 被打压 里面的,里面就是能够坚持的人 不是太多 坚持这个正义的人 像这个坑一属的,不错 还有那个安吉利拉 安吉利拉,局里亚她的父亲 不错的 不错 但是站在正义这块 有的人,也许 你有一些这个偶像 就是好莱坞的偶像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比较 比较坏的人 像这个 Tam Hanks Tam Hanks 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 但他却是 比较坏的 他是比较坏的 他暗杀了几个人 暗杀了几个人 因为那些人 曝光这个光明会的事情 他认知 就杀了一个英国皇家的人 英国皇家的人 另外有一个事情 可以证明 就是说 川普 仗不着大事 仗不着大局 这是说在 川普 1月20日 离开 白宫的时候 在这之前的几分钟 有一家神秘的 佛罗里达公司 他接管了 五角大楼 接管了五角大楼 很多的 这个 互联网 空间 这家公司 很厉害 他掌管着 1.75亿的 IP地址 IP地址 比这个美国 电报电话公司 AT&T 和这个 康卡斯的公司 康卡斯的公司 还要多 这家 在九月份 才建立的 公司 名叫 Global Resource System LLC 这家公司 很有来头 据说 可能是 军方背景的 是 可能 川普 这边 正义的一方 这是一个 这应该也是一个证据 现在主流媒体 抨击这个事情 国安部怎么搞呢 被一家 这个 名不见 金船的公司 这这么大的 神秘的公司 控制啊 另外 这个 梅拉尼亚 她发提 她说 我们很荣幸的 正在回来 我们很荣幸的 正在回来 We are coming back Bloody 她说 Donald Jan 川普 是我们的总统 福林 也发提 说 正义 永远 涨上风 在我们建立的决心 和上帝的帮助下 川普 川普 将比以往 任何时候 都更加强大的 回来 这个国家 将再次 取得胜利 将再次 伟大 最近 最近太多的人 说川普 就要回来了 就是说 说这边 正义这一番 就是说 大部分战斗 已经 完成了 但是还有 后面还有一些 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最后 对不对 还有一些 健康的事情 在做 但是 大部分的工作 已经做了 留下一些 剩下的一些工作 对不对 他要回来 为他回来 做准备 回到白宫 如果我们失去 自由 here there is no place to escape to this is the last stand on earth 有人说 不是说川普他一直是总统 对不对 他一直就在白宫 没有他不是在白宫 你说他是在南白宫可以 他是在海湖庄园 对不对 这个可以的 但是在现在的白宫的建筑物里面 没有什么总统 川普没在里面 当然那个魏总统 拜登也不在里面 他在一个电影摄影棚里面 对不对 也有人说 这个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这个军队 被这个拜登魏政府 强迫他们去打针啊 打那个疫苗啊 事实上呢就是说 他们强迫不了 军队里面现在是 就是一个选择 因为有一些人 他要打疫苗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也阻止不了 但很多人不打 军队里面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就 不相信这个事情 因为军队里面很多人 也还是清楚现在 明白现在的一些形式的 明白现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军队里面很多人比大家更明白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在军方在操控的 所以你看看 很多人对这个 这个打 打那个小真正的事情 是什么态度 打个没有 一看一看就知道了 你得出发了吗 对 你得出发了吗 你得了疫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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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就說了這裡 喜歡我的視頻 請關注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